各位 春云街闯人潮肯定很多 就在這裡等一下吧 不知道風騰見到這個 會有什麼反應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听到 睡好了吗 嗯 还好 那我们走吧 嗯 那个 就 找这个 嗯 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 送您的礼物 我们家很传统 就也不让过西方的情人节 所以我从来不过情人节 对 不过这个礼物 我很喜欢 走吧 嗯 晨晨 前两天隶叔的母亲去世了 什么 这阵子 她可能会住我们家里面 那这段时间就好好陪她 嗯 我们走吧 她在车里等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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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叔 你还好吗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天啊 黎叔一下子变得好憔悴啊 怎么办 我也不会安慰人 黎叔 我包里面有一包牛肉干 你要不要吃 晨晨 你要是饿了 自己多吃一点 嗯 嗯 嗯 雪珊珊 你别想了 这个时候你跟妮娅正风吃醋干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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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你先上车吧 赶紧让黎叔回去休息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事 嗯 那就下次吧 下次我请你喝茶 顺便把刘刘正式介绍给你 一次在医院 不是很愉快 应该是我请的 嗯 她把我的珊珊照顾得真好 好了 快走吧 走吧 嗯 嗯 嗯 大年初一以后 已经快一个星期没跟丰腾见面了 徐珊珊 嗯 你爱情固然美好 但是你扭伤的时候 被说对你多好啊 你绝不能在这个时候 有异性没同性 有爱情没同情 有爱情没同情 对不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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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不要跑了 噢 谢谢 你赶不上啊 我们明天再开始上班呢 你怎么现在就开始 进入工作状态了 好门之路难行也呀 现在这男主角 不肯对女主角过情人节 你没事揍我身上干吗呀 这让我裁访裁访你呗 我就反复想这事 我想不明白 你说像大老板级别这样的 他过情人节 他有什么麻烦呢 不过也就让秘书帮他 带买个礼物 带订个餐厅 不就完了吗 干吗摸呢 你说我这小说家 我都写不出梗来 你 你告诉我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我都说过了 丰腾的爷爷 不喜欢过这种节日 丰腾人从来不过情人节 丰老先生他都过世多长时间了 还用这种理由 骗子在小孩儿呢 我告诉你 男人不跟你过情人节 那就是要跟别人过 就这个理由 你看我 我跟我们家杜盘 是不是情人 是情人 过不过情人节必须过 你看刘刘跟小游 他俩是不是情人 是情人 那过不过也必须过呀 我今年不过情人节 为什么呀 本来有时候说会来上海陪我的 但是他又说现在最近北京挺忙的 所以赶不回来了 非奸必战肯定有鬼 不过他把钱打到我账户上 说让我给自己买个礼物 你们俩真是今儿俩傻傻一块去了 他钱对他来说是什么呀 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那时间对他来说才是最宝贵的呢 给你买点东西算啥 他只有把时间给你了 才能证明他是爱你的 好吗 不过只是送礼物 不过也就罢了 有情人还不能过情人节 确实有点可惜 会不会 因为是事实阶段 所以情人节 指尖跳过 或者我想封腾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测试一下身衫 看他是不是跟那些其他想嫁入豪门的女孩一样爱慕虚荣 对啊 这就是试用期的最终结果嘛 测试 这根不错 我赶紧写下来赶紧写下来 测试 一封腾的个性有可能 谈恋爱被测试 这种感觉好差啊 沈沈 我可告诉你啊 这封腾虽然是个大老板 但是你也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被他各种摆布啊 你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告诉你啊 这个情人节可以简单地过 这不送礼物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不过 这是姿态的问题 就是 有什么不能有病 没什么不能没姿态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以后你那说法余地都没有 以前没男朋友的时候 发愁情人节一个人过 现在有男朋友了 还有愁过不过 怎么过才不会失了姿态呢 是不是太累了一点啊 谢谢大家